什么是Liposomal Vitamin C? 它的Bioavailability是不是最好呢? 我对Liposomal Vitamin C有什么看法? Liposomal Vitamin C中文叫脂质体维他命C 或者脂质性维他命C 是一种技术将它的维他命C 装在一粒粒子球里面 叫Liposome 脂质体 由于维他命C是水溶性的 当身体里面有太多的话 就会自动排除多余的维他命C 但是将它打包成一粒粒子球之后 Liposomal Vitamin C可以经过这种 新的Delivery System直接进入细胞 因为细胞膜大部分都是轮脂组成的 Phospholipid 其实这种技术又不是特别新 我们身体要运输很多形容素 是用同一种原理的 例如身体会制造脂蛋白 Lipoprotein 来运输胆固醇和脂肪 而现在有些新冠疫苗 就是用Lipid Nanoparticles 来运输mRNA 都是一样的原理 咦?那么维他命C 这些得体维他命C好像很不错 理论上好像很好 但是研究又怎样说呢? 这份研究比较静默注射维他命C IV Vitamin C 正常的维他命C和Liposomal Vitamin C 全部维他命C的含量都是4000毫克 结果是静默注射维他命C 那组的血液见到最高的维他命C 然后我们在方大下面那一部分 我们见到 吃Liposomal Vitamin C 是高于正常的维他命C 结论了Liposomal Vitamin C 是血液中所产生的维他命C浓度 是高于正常的维他命C 但是低于静默注射的维他命C 推约Liposomal Vitamin C的人 见到这个研究就解释 Liposomal Vitamin C依然是No.1 甚至是好过静默注射 Liposomal Vitamin C已经进入了细胞 所以血液中所查到的维他命C的浓度 没有那么高 听听来好像很合理 但是这份报告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点 其实这份报告还有下一部分的实验 研究完要看看 运输方式变好了 可否更有效来对抗氧化压力呢 而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更重要 但是我又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分享这一部分 提多前面又不提到后面去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 这个研究用前臂缺血再灌注的方法 Fallarm Ischemia Reprofusion 来模特身体的氧化压力 参与者的口服或者静默注射维他命C 3个钟之后 研究完Apply 200mg 压力 在参与者的手臂上20分钟 然后 查他们血液中一种氧化压力的BioMarcus 叫TBARS 原因是要看看静默注射 Liposomal Vitamin C 和正常的Vitamin C 对减少这些氧化压力的效果 结果是 无论是注射的维他命C 吃正常的维他命C 或者吃直接冲入你细胞的Liposomal Vitamin C 都好 我们全能所提供的氧化压力的保护 是一样的 所以研究都有提到 他们没有预料到原来 全部维他命C的治疗方法 都可以提供相似程度的保护 In theory 混书方法做得好 更多的维他命C直接进入细胞 那就应该有更好的Bioavailability 可以直接比细胞融得更好才对 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学到东西就记得给个赞 Youtube就会推这个视频给更多人了 那我自己怎样看Liposomal Vitamin C呢? 归根究底 你要记住它只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只不过和正常维他命C有不同的混书方法 直接进入细胞 但是它怎样都是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第二 维他命C在天然食物里面 是一个complex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由于它是一个抗用化剂 所以它主要功能就好像一个保镖 来保护整个complex里面的其他更重要的物质 例如Bioflavonoids,Cofactors,抗物质,酵素等等 食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和食食物中完整维他命Ccomplex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三 任何维他命C 无论是天然维他命C 或者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它们的自然构造是不可以直接进入细胞 如果我们将维他命C透过Liposol 不follow自然秩序的话 革命你塞维他命C入细胞 对身体的长期影响是怎样 目前我们都未知 事实上被分离的抗用化剂 不是越多越好的 这两个评论报告已经证明了 过多的抗用化剂对身体不单无益 它们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是需要一些stresses 压力源来训练 食过多的抗用化保健品 反而会破坏我们身体的平衡 和损害免疫系统 我不建议无间白时吃高质量的维他命C 加上现在可以直接进入细胞的Liposol Vitaim C 我是更加不建议的 吃不吃Liposol Vitaim C取决以理 但是真正有效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来对抗任何病毒 是要断开百病之源 就是你身体的炎症量 我在这个视频分享10个抗疫方法 全部很简单但是每次被忽略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你的免疫力会大大提升